透明民主的一個議會 竟然有民選的議員可以提出 在無事無幹 在無任何事情發生之下 要提出趕公眾人士 和趕所有傳媒離場 我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當然大家心裡有數 他們如果是拉布的 應該是堂堂正正形 就不要鬼鬼祟祟用這些去玩 我們希望主席要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我想很清楚今天看到 他們又用88-1的做法 很明顯他們是要達到他們拉布的目的 拉布的目的就是 希望這個議案不能在今天的會通過 既然是這樣 我們公民會認為 政府其實不應該再等這個議案通過 他們的三步走的工作 應該要盡快開展 因為這樣才可以令到 我們在西九的一對兩檢 可以在明年進行到 完成到本地立法 令到高鐵通知的時候 可以實行到西九一對兩檢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 不需要最近這個議案 即使是未能夠通過 他們都應該要同步 開始他們三步走的工作 其實這次大家見到 以朱開迪為首的一班 即是拉布的議員 已經去到一個瘋狂的狀態 我見他們這次的 反對一對兩檢的拉布 是不得民心 我們覺得是繼續要堅守議會之餘 也都要對於這些 濫用議事規則 顛倒議事規則的原意的議員 是以予強烈的譴責 他們這一種是惡意的拉布 已經不是一般的拉布 是非常瘋狂的行為 我想無可置疑 朱開迪提出這個議案 是一個卑劣的議案 而我相信等同於 銀行修訂條例一樣 泛民的議員是不敢支持 但是他們會用無限的發言去拉布 對於有關的做法 只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同時間搞到議會黏黏亂 每天都扮鬼扮馬 投資抹粉 目的就是要搞亂議會 製造混亂 這是絕對應該予以譴責和批評的